国家外汇管理局取消了QFee和RQFee 对A股的刺激作用很有限 但香港上市的中资献商股都继续强势 国子的五大升幅榜中 看到海通证券都继续在榜中 而今个月暂时国子成分股内 两大强势股都是献商股 分别是海通和由中信证券 我们看到差不多中五的时候 华人士的总编胡锡进 中五已经预告内地会推出一些重要措施 缩缓贸易战的冲击 对中美公司也是有利的 不久内地就宣布 第一批免加征关税是美国商品清单 我们看A股今天真的没什么反应 有点奇怪 但是尤其是11之前 应该走势会比较向后一些 从而带动劝商股的表现 我想有这样的机会 虽然你说今天A股没有像港股 或者刚才提到券刷板块要升得那么多 但是A股在前两年已经先升了 或者是先强了 我想现在今天不升也好 但是至少没有看到明显的下跌 也反映到其实事实还是偏强 再加上你见到近几天 有很多不同消息是想 不要说刺激过A股 但今晚是想令A股偏好的一架局 去迎接11这些70周年的国庆因素 譬如之前的一些 譬如上星期的降准 虽然未必直接对 可能卷商对A股有什么太大的刺激 但一放水也会有利好的支持 还有刚才提到QV、RQ的放宽 还有今天下午的关税清单有一个豁免 似乎这件事也有几件事加起来 我觉得暂时A股也会偏强 虽然A股忍着11前 可能都在特别上升 可能继续有3000流上去走 或者可能破之前3050这近期的高位 再试高一点的话 的确对券商股还有一阵可以去一去 始终都是浸在好的消息内下 我们详细解读一下外管局 取消QV和RQV的额度限制的因素 两个计划 但是目前批券额度 其实就不够四成 这方面就看取消额度 实际的帮助是很有限 但是唱好的劝商就认为 不要太心急 慢慢来看 反映市场是进一步开放 有利提升机构投资者比重 促进市场稳健发展 是否正如分析所说 象征意义是大获实际意义呢 对于券商股的投资气氛 支持的作用有多大呢 实际意义不是没有的 但短期的实际意义可能比较少 反而长线来说可能看得比较好 因为始终 大家都知道 本身没有昨天说放宽额度的消息之前 本身有QV、RQV这些渠道 已经有可以进入内地市场 从上版面都看到 其实过案一直都没有用 没有一半 没有用到三分 即三分一附近多 其实本身也有一定 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去用 而以来除了RQV、QV之外 近年大家都知道有互联互通 可能已经香港再回到内地 其实很多不同渠道可以进入内地市场 所以其实本身不是没有这件事 所以这次就算说到 是真的设备了限制 放宽了 但是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即时刺激呢 当然未必是 甚至乎我想就要看长线 因为放宽还是放宽 那些钱可以进去 但是以QV、RQV 本身原意是给一些所谓的机构投资者进入 他们进不进 我想就要看来内地的市场发展成如何 因为以为他们这么热热热热 不敢进入这么多 我想最主要是内地很单纯 还是在买股票为主 很长一些股票为主 即是你没有对仓 没有很多期指等其他东西去做 限制他们的意欲 所以来现在我想看看 其他这方面的发展成不成熟 如果长线来说OK的话 我想多些资金会放下去